好 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 新內閣人士的第五播名單 今天公布 來 幫大家整理在這個地方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主記長 陳淑茲台南幫 他將來上任 擔任全新主記長 而接下來我們就說了 包含了麵線價格 所有的庶民美食小吃的價格 趕快去做中課 一定備詢的時候 會不會問到這一題 再來 當然也包含了財政部 海委會 喬委會等部會 都繼續留任 而農業部長的陳俊濟 則是由代理部長直接貞除 那麼當然 今天跟您討論人士的這一題 最最有看頭的是 傳聞中即將又公布的這個人是誰 他 阿丁 陳時中 傳出了這個仇恨值並不低的 即將要入閣擔任的 七席的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我們就問了 他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能夠幫賴清德新政府 來拆彈嗎 亦或是他會不會變成了 衛福部的地下部長 現在大家要等著看 下一波公布裡面會不會有阿丁 最後我們給大家看到就是 NCC委員的名單也初步底定 畫面當中您看到這四位 人民最想問的是 這一屆的NCC 歷經了多少的清風邪雨 包含了電視台的關台 包含了上架的種種風雨 怎麼樣也走過去了 問題是這一屆 下一屆的全新NCC 能不能讓這些通通掃進歷史的灰激地 還是還有可能讓你再看到 我還想到我們來看到 第五波的人士 你的觀察是什麼 今天公布第五波 可是大家關心的其實是下一波 因為這第五波人士 先前都已經爆派過了 所以大家都沒有意外 而且呢大家關注的是 下一波 政務委員到底會是誰 那當然俊長哥 你知道政委員以往 大家討論並不多 因為政委員雖然他的位階 在部長之上 可是他不是主官 他沒有實權 督導說督導 政務委員就是在那裡 就是在那邊 在這個行政院的秘書長 還有副議長之下 在部長之上 大家一般也叫不出誰是政委 可是這一次的政委名單 俊長哥大家都在討論 為什麼 因為現在掛頭牌 第一個大家在討論 那個是誰 陳時中 阿中 你等一下 魏夫部長是邱太元 那邱太元已經來了 既有太元又來阿中 那既勝於何正亮 到底以後誰 他是魏夫部長 對吧 那政務委員如果督導邱太元的話 那以後陳時中 還要管魏夫部的業務嗎 觀眾朋友你就看 陳時中在2022年 他那時候 台北市的整個選舉當中 雖然輸給了蔣萬安 可是俊長哥 2024年 台北市的八個立委 還有包含賴清德的 全國競選總部 那個競選總部的 台北市的主委是誰 阿中 就是阿中嘛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的 八個字再講一次 叫做 論功、欣賞、信賴團隊啊 只要有功了就會有嘛 那你看像 鄭文燦因為桃園輸慘慘 六期全部都輸 所以他就 可能只能去海基會 台中也是本來六期 民進黨現在變兩期 對不對 那重點是台北市呢 台北市阿中說沒有比較好啊 沒有 俊長哥 以前台北市就是三期 就是高嘉瑜 然後還有這個士林北投 跟這個士林大統 那個林昶佐他在中中 哇他不是光明進黨 所以本來就三期 現在是三期平盤 所以去當政務委員 所以陳時中入列 我不會意外啦 因為看起來 雖然還沒有公布 應該會有他 好 孟敢論功行賞 如果下一波人士 直接阿中就入列了行政院政務委員 你要看他會是一張好牌嗎 會不會當到後來變成 真正的地下部長 這好牌啊 好差的牌啊 我覺得國人真的是這兩天 這聽到說陳時中要再回來 大家其實都覺得心驚膽跳 這難道過去這樣子的一個 仇恨值那麼高的一個部長 如今姚勝一變變成是政務委員 那以後到底誰才是 我們國家衛福部長 因為政務委員不用到立法院備詢 可是之後 邱太元 這以前我們立法院的這個同事 會不會他變成說 他沒有施責一個權利 過去我曾經講是說 賴清德的內閣團隊 有三個這個特點 就是獨老男 獨 獨派面孔 老 老面孔不斷 以及台南幫 那拉回來講 如果說 陳時中 他有可能真的變成是 下一波名單裡面的一個 政務委員的話 那真的印證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過去 2023年那時候 台北市長剛選完的時候 有人問陳時中說 你有沒有離開政壇 你什麼時候再回政壇 陳時中笑笑的講說 好像我也真的沒有離開過 而且人生的事很難說 那難道是他這一次 再回來當政務委員 又是為了下一次在鋪路嗎 那如果說真的是的話 那我真的覺得說 這種仇恨值那麼高的人 雖然對於這一檔來講 是說這會激起仇恨值 可是其實對我來說 我個人我是真的很不希望 那麼有仇恨值高的人 進入不到政府來講 說實在話 台灣民眾已經過去 那麼多的時間 厭倦了選舉 真的應該好好捲起袖子 做事情的時候 真的不應該再用 如此仇恨值高的人 所以我研判 未來陳時中 如果真的進入到 政務委員的話 其實會對於 整個政務的運作來講 絕對會KK 那如果真的KK的話 到底之後 衛福部相關 聽誰的 尤其是衛福部多重要 食安這麼重要 過去蘇丹宏 以及這個相關的食安事件 還沒有獲得一個 好好的控管 以及現在的 兒少保護 包括說性私密影像 包括說兒少姓剝削等等的部分 都是衛福部重中之重 我們呼籲 衛福部不是兒戲的部會 尤其是關乎到全台 廣大的社會大眾的一個部會 真的應該要好好的 做實事的部長 才能夠真正正正 達成民眾的期待 好 建平 我們來看到了 在今天同步討論最新人士 來 最新消息來了 這個是自由時報的獨家 NCT主委提名人選 內定劉伯麗 另外三位新任委員 任選也跟著曝光 我們為大家把他們的整個樣子 照片我們都羅列出來 這個是劉伯麗 這是陳炳宏 另外兩位新任的委員 你知道NCC在這一屆 我剛剛提過 歷經了多少的新風邪雨 最被詬病的就是什麼 政治任命 政治來行使這個權力 是人民眼睛都睜著看 他們都期待 新一任的NCC委員的任命 可以跳過這個 我們講的過去最被詬病的部分 你覺得有達到人民的期待嗎 當然現在這一波的 這個NCC委員是有這個爆派的 那不一定就是 搞不好說這個四個人 會不會真的是都被說中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說就目前的這個名單 初步抵定 你看劉伯麗和這個陳炳宏 還有包括羅惠文跟詹藝聯的話 目前執政黨是強調說 他的這個專業性 都是所謂的這個專家選擇 但是不要忘記了在這個不管是 現任的這個NCC委員 當初裡面其實也有一個前委員 肖祈宏 他們當時也說都是專業性的 不管是電信出身 或者是專家學者出來 結果沒想到 他們在這個整個NCC的這個 審理的一些媒體的這個案件過程 包括在涉及到電視台的關台事件 所謂的專業委員 竟然全部偏聽一面倒的 偏向這個執政黨的這個意志 還有包括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貫徹他這個蘇內閣 要關電視台 然後要這個整個NCC 要從這個媒體方面去整頓 那弄得這個媒體 淨落寒殘 所以我剛剛講特別點名肖祈宏 那後來他在卸任之後呢 進了違反旋轉門的條款 去擔任詐騙集團的顧問 然後還越領顧問費5萬元 所以當時他在出任之前 我一直記得那時候 在提名這個肖祈宏 類似他們 也都是他說專家專業出身 所以這一次啦 因為在野黨這個他的席次 國民黨跟這個民眾黨 他是大於這個民進黨 所以在野黨在這個立法院 一直有呼籲說 能不能依照這個政黨比例的這個 這個NCC委員這樣的一個方式 比例去提名 可是偏偏啊 民進黨執政黨的這個人士 就對外放話說 哎呀這個在2006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已經違憲啊 然後就不可能這樣做啊 現在怎麼可能 意思就是說執政黨 他不會按照政黨比例去安排 提名這些NCC的委員 但是他會盡量偏重 好像在這一次 不管第一波到第四波的 內閣的部會首長任命的時候 我會盡量任命一些 看起來是無黨籍 或者是無黨無派的一些學者專家 但是這些人 是不是跟你卓榮太熟 跟你有關係 容易就受你影響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在野黨 包括國民黨跟民眾黨 提出來這個政黨比例 他們說這個違憲不可能 那其實就說明了 民進黨執政黨的狀況 他想要一把抓 一把抓了這樣情形的話 這一屆NCC委員 如果你還是用這樣的狀況 那就跟四年前八年前 你在任命NCC這一波一樣有政治任命 跟你是那時候是這個蔡友友 這些好朋友的這個委員關係 如果問他無法無派 專家學者是你在講的 還有他自己的背景 可是當他被政治任命出身之後 他的做法會不會像我剛剛所 舉例的這樣的一個方式出身 不無可能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 這一屆的NCC委員 尤其是像暴派底定之後 我認為只是開啟了 另外一番立法院的火藥庫而已 好董哥我們看到了 通訊傳播委員會 一個通訊一個傳播 各國立法 四個人名單一端出來 會不會流於偏聽 全部都是傳播界的 你怎麼看 因為過去通訊的部分 都去當人家門神 現在被抓到 蕭麒紅啊對不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想說 學者會比較沒爭議 錯了 學者更有爭議 更有顏色 這四個裡面 我當然也認識一些人 非常利益 不用裝了 那這次民意黨非常清楚 清楚在哪裡 他提任的人都不會過 所以他只有各個擊破 選舉一結束 柯文哲馬上被找到總統 蔡英文提出條件 七個NCC委員 我們給你一個 這柯文哲轉述啊 我告訴你 民進黨提名了 他就會聽民進黨 國民黨提名了 就不會聽國民黨 過去一直是這樣啊 甚至國民黨過去 馬上就提了NCC委員 多少人在國民黨 構辦所有立法院都被砍了 我的好朋友 汪用和當記者 當這麼久 連審都不審耶 大家想說 啊還有記者 可以當NCC委員 當然啊 七席裡面 有個記者會過問嗎 十幾年還沒有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過去怎麼被操作啦 那現在兩個黨的屬性不一樣 國民黨一定要堅持自己立場 那我覺得柯文哲自己也要看明白 你如果這一回頭斜的話 你頭被摸了 你以後就跟著民進黨走 所以大家看到NCC 為什麼蔡英文這麼在意 蔡英文跟柯文哲講 我雖然剩不到幾天就要退了 我520就要接了 但是這個我要來主導 如果照過去 民進黨所要求 或者憲政慣例的話 一定是留給520以後的 新總統來提名嘛 為什麼蔡英文等不及 因為他很清楚 民進黨能夠 在台灣呼翁換你 靠了就是媒體跟司法 全力照他 那他用這個來掌控啊 不爽了就把你關台 爽了我就送你一個電視台 叫靜電視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田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 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發真相 三八為香港 和香港和香港 一聲 呢 訊息